跟你買啊 啊我認為這是古董啊 古董是不是依照個人的 心智去斷定價錢 政治人物啊都是怎麼貪污的 我們先從標案講貪污好了 標案的貪污呢 它基本上不會往太上面 除非是建安 公共工程 還有幾億的那一種 可能才會到 一級二級的那種收賬 然後怎麼進行貪污 當然最粗糙就是拿錢 但是我們講另外一種 我今天是廠商 然後你是承辦人 我想要賄賂你 你去買一個股丸也好什麼 就幾百塊而已 但是我可不可以用20萬給你 這樣有沒有合理 那我是把20萬送給你了 那你的成本只有一千塊而已 那這樣你有貪污嗎 我給你買啊 啊我認為這是古董啊 我沒有送你錢 那我可不可以提供你勞務服務 那我們有在做音樂的教育 那我可不可以 讓你的小孩子 永遠學音樂都免費 所以政治人物要怎麼貪污太多了 多到我們無法想像 除了從標案上面貪污 他們也會從公共工程 土地買賣 像我們只要做公共建設的時候 通常這些政府高層 他們都會知道哪些地方 什麼時候要開發土地 他是不是可以叫他身邊的朋友 親戚只要有資金的 是不是可以去投資那邊土地 那等他開發的時候 是不是就長起來了 那長起來之後 他可不可以用我剛剛講的那個方式 回頭把錢弄給那個人 所以這個太多方式了 有沒有哪個政治人物沒有他 我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 人要嘛就要爭權 要嘛就要爭名嘛 那為什麼要爭那個權 因為有權之後 很多利益 他會無形中的自己跑來人身上 他們怎麼被抓的 被抓就代表他沒有很乾淨啊 或是他太坦了啊 要嘛就金流 要嘛就是這些東西已經牽扯到 跟他的直系親屬 譬如說我的老婆 我的弟弟 我的爸爸媽媽 這樣子很容易當然就被查到了 但是如果今天 假設我跟你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我們兩個來進行這個事情 只要我們有很正常的金流 可不可以啊 我不是1000塊的東西 我用1億個你買 那這樣就有點被利益 真的太誇張了 為什麼會貪污到去被關 基本上都是金額太大 或是太招搖了 你才會被交易完全監視 想要當政治人物的 就一定要從中間 獲得某些他想要的東西 那個東西不一定是錢 但可能是權利 但是當你有這個權利的時候 所有跟利益有關的人 都會來找你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要自己把持得住 不然有一天就在坐牢啦